马不赦或义不中或两句不中者 那你就属于啊是完蛋玩意儿 这种残刺兵啊就要挨揍要受吃刑 哎说句大白话啊就是拿藤条子打屁股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八月节这小长假您玩的挺好吧 我想啊那一定是和家欢乐的一个大团圆节日 中秋节啊算是过完了 咱们这频道啊也要开新书了 咱们要开什么新书啊 咱们这段书啊要聊的内容啊 哎有意思了 咱们要在咱们这部新书里啊 好好的掰扯掰扯 让这个清代统治者 建国一史引以为傲的八旗制度 是如何转向衰落的 乃至于最终八旗解体 得嘞咱们闲言少叙啊 这就开书 那么要讲清这个问题 咱们得先从哪开始讲呢 那咱们就要先从啊 这国语其社开始讲起 清初的时候 大清朝的统治者把国语其社 无限拔高 非常之推崇 那么咱们先说说呀 什么是国语其社 这国语呀 它就是满语 是满族人自己的语言 这其中呢 还包括这个满洲的文字 当然了 说到这个满洲的文化呀 这里边还不光是语言和文字 这么简单 这其中呢 还包括它的服饰 发型 以及满洲的很多生活习俗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不重点的说它的服饰 发型和生活习俗呢 因为很简单啊 从皇太极的时候就提倡国语其社 它针对的是八旗子弟 您像服饰 发型和生活习俗啊 这些个 它这八旗子弟是自然遵守的 它不会乱 如果入关时间一长 这满文满语 长时间的没人用 那么就会成为死文字 这国语呀 也就谈不到了 其实当时清廷对八旗士族国语的掌握程度啊 要求也不是很高 但是它有一条硬性规定 这掌握国语啊 不是指八旗满洲这么简单 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要同样掌握 最低的一档标准呢 就是你必须能用国语来奏对你的履历 换句现代用语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 你得能用满文啊 填写各种政府表格 说了国语啊 咱们再说骑社 这个国语呢 您可以理解为啊 是八旗的文化 那么这个骑社呢 说的就是八旗的武力 当然了 您想啊 这历朝历代 不光是清朝啊 哪朝哪代 对 捍卫自己国家的武力 那也是非常重视的 那我们就得先粗略的认识一下 什么叫做骑社了 您可别就认为啊 这骑社 分开了讲 就是会骑马 会射箭的意思 实际上啊 不是 这骑社是单闷的一种本事 是骑着马 会射箭的意思 那么说 清代统治者 一直就是靠骑社打天下 这么推崇骑社吗 实际上也不是 这努尔哈赤啊 他倒想推崇骑社呢 实际上 他没有那么多骑兵 这努尔哈赤打仗的方式啊 还是以他很少数的 比较精致的骑兵 先做这个前头部队进行突袭 造成敌方混乱以后 再进行大规模的步兵推进 这满洲人啊 真正有了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那是努尔哈赤 收复了海虚女真以后的事 即便是这样啊 他也达不到骑社娴熟的地步 为什么呀 他们压根啊 练的就不是这种本事 少数民族之所以彪悍战斗力强盛啊 那完全是取决于他的这个生产劳作方式 那练兵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打猎呗 这女真人的生活在哪啊 白山黑水间 哎对了 就是咱们现在的东三省啊 你想想那的生活环境啊 如果手起猎来 他并不适合骑射 那么什么时候 这满洲人他学会骑射了呢 那是啊 大规模的收复了很多蒙古人以后的事情 蒙古人啊 生活在草原 要说会骑射呀 还得说是他们 所以说这个正式提出 巴奇要以骑射为根本的人呢 那就是皇太极 到皇太极执政的时期 巴奇的骑射技术 已经比努尔哈赤时期好了很多 所以啊 这皇太极自己就夸耀自己的部下 说呀 我国士族出有几何 因咸于骑射 功成则取 天下人称我兵 利则不动摇 尽则不回顾 威名震慑 莫与争锋 您瞧了吗 他为什么要推崇骑射这种本事啊 因为他对这种手艺啊 很有自信 到了皇太极晚年啊 和这个朝臣们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实先儒臣巴克什达海和库尔禅 这个巴克什啊 就是老师的意思 就是说这达海呀 库尔禅 这两个帝师 这二位呀 都是饱读儒学的满臣 他们就曾经建议过 我说呀 要改变这个胡人的服饰 改变满洲的衣冠 朕不从 折以为伯纳剑 他说呀 我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呀 咱们正在这欢聚饮酒呢 这宽衣大秀 虽然呀 他左配师又携弓 正喝着聊的高兴呢 突然 这朔翁科罗巴特鲁 劳萨 挺身突入 你说 咱们这一般君臣 能抵御他吗 若废骑射 宽衣大秀 待他人割肉而厚实 与丧 左手之人合意呀 听完这句话 您别误会呀 这朔翁科罗巴特鲁 劳萨呀 他不是敌人 其实记上呢 他是一个清初时候的勇士 他是满洲相簧旗人 在这个清初的时候 历次战争当中啊 比如这个北京 锦州 大林河 查哈尔 大同等战役 这老哥呀 是立功无数 最后在大同之一的时候 腹部中剑呀 仍旧立战 最后重伤而死 所以才赐士号 朔翁科罗巴特鲁 获赠三等子爵 还给了士号 中宣 黄太极说 像这么一个大汉 闯进来呀 要杀咱们君臣 咱们君臣呢 宽衣大秀 和汉族的君臣无二样 咱们怎么才能 拿起弓 搭起剑来还击呢 嘿嘿 要是这样啊 那咱们就是坐等着 别人啊 用刀来割自己的肉吃 和缺了一只左手的人啊 没两样 到了康熙年啊 这康熙皇帝 更加对国语骑射 非常的重视 他对呀 一些这个汉军外观 不能骑射呀 非常不满 他说这个汉军 思上之恶呀 至于已急 这其实是针对汉军的 骑射能力呀 已经是很重的批评了 康熙皇帝 对这个八旗掌握骑射呀 他有硬性的规定 首先说是官员 这官员呢 要掌握骑射 一直考核到55岁 这普通士兵呢 要考核到60岁 关于考核标准 也做了详细的制定 他说一个当兵呢呀 这个步射十支箭 马射五支箭 这步射当中呢 中七箭 马射中三箭 就为上等 这样的八旗兵啊 要赏 赏什么呢 赏一张弓十支箭 除此之外呀 还要赏七匹步驳和七两银子 如果步射当中呢 中五 马射中二 为中等 这种士兵呢 也得赏 但是呢 就不赏攻核箭了 赏什么呢 赏五两银子和五匹步驳 如果在考核当中啊 步射中三 马射中一 那呀 就是为下等 就什么也不赏了 马不射或义不中 或两巨不中者 那你就属于啊 是完蛋玩意儿 这种残刺兵啊 就要挨揍 要受吃刑 哎 说句大白话啊 就是拿藤条子打屁股 如果这一左领当中 挨板子的人呢 超过了十个 那么这个左领啊 也得受罚 怎么罚呢 罚凤 哎 就是扣钱呢 如果一个旗里边有六百人 考骑射都不合格的话 那完了 都统 副都统 好家伙 这是夺大的官权 一样得扣钱挨鞭子 不但如此啊 跟着皇上比较亲密的 什么护军啊 先锋营啊 一样 该考核都得考核 并且这康熙皇帝 还亲自的携手南巡 到各地的住房军当中 去考课这些士兵 所以说呀 您别让那些 那个清宫的泡沫具 混淆了您的视听 这皇上携手南巡呢 那不是广上这个南方 这烟柳繁华之地 温柔富贵之相 那去看看大姑娘小媳妇 才在封观观景什么的 实际上 这皇上啊 身上有更重要的职责和任务 他要到各地的住房军当中啊 去查看考课 八旗直省住房军的武力 当然了 在这期间 这皇帝啊 还会减拔一些优秀士兵 比如说西安 有这么一个兵叫殷太 这殷太齐人呢 在军中是一无背井 二无靠山 单凭着自己 骁勇善战 骑射精纯 康熙42年 康熙皇帝 西巡到了西安 就在西安教场 检阅八旗兵兵 就是因为骑射本领高强 当众 殷太就被剪拔为了邪领 有人说他有这么着急吗 在教场就直接升官了 哎 对了 这康熙皇帝 就是让天下士兵看看 作为八旗子弟 你若是攻马贤熟啊 就是你进阶 晋升的一种手段 后来这殷太啊 由于骁勇善战 战功卓著 最后啊 一直做到甘肃提督 成了这大清朝 由士兵升到元帅的典范 除了这教场练兵啊 皇上加检阅八旗武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 就是热和行为 那有庞就说了 那这热和行为 不就是皇上加打猎吗 其实不然啊 这首先说打猎 打猎呢 无非是练兵的一种手段 在打猎之余啊 还要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康熙皇帝还规定 不但旌旗各省住房八旗也要参加热和行为 这就包括了西安南京杭州的直省住房 康熙皇帝传旨各营都统 让他们啊 自张经以下 萧奇效兵丁 简拔出有能力的 公马贤熟的来热和行为 皇上啊 好看看他们的武力 就此呢 也给予相应的奖励 给这其他的八旗兵呢 也好做个表率 到了雍正朝 雍正八年以前 由于这个政务繁忙 雍正皇帝呢 就放松了对八旗武力的督客 就因为这样啊 这雍正皇帝还做了很深刻的自我批评 这皇上啊自个儿就说 从前皇考美遂行为 令人学习济勇 服习劳苦 及朕继位 养私皇考付托之众 八年以来 历经屠治 为及寻幸交外 而五支大臣是为官员兵丁 继力一剑不如前 不可不极为整翅 只可惜呀 这雍正皇帝他寿命不长 还没等他呀 对八旗武力进行有力的整翅呢 就驾崩了 到了乾隆皇帝这边啊 乾隆皇帝是以他的祖父 康熙皇帝为偶像 所以说呀 他的这个八旗武力呀 也是很重视 乾隆皇帝不但坚持 去各地多克各营的这个骑射 并且呀 把热和行为细化了 他规定什么时候来 哪个省出多少兵 路上耗银多少 都做了详细的定制 这就是清代初期 这几辈子皇上们 对国语骑射的重视 那么这国语骑射 又是何时走向衰落的呢 咱们呀 明天再聊 拜拜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